大家好,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变形金刚的变形玩具 麦大叔给我们带来了一辆大卡车 这是什么变形汽车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蓝色的大卡车开始进行变形了 哇,变形好快啊 瞬间就变形完成了 这里还有个按钮 按下去 它的头还会戴上一个头盔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汽车人吗? 它还可以瞬间变成大卡车的形态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辆黄色的汽车人 这是一辆黄色的跑车 看起来好酷啊 黄色的跑车开了过来 开始进行变形了 开始进行变形了 瞬间就变形好了 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黄金的头盔 看起来好酷啊 它还可以瞬间变成跑车的形态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汽车人吗? 这一次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只恐龙机器人 它长着一副锋利的牙齿 凶狠的恐龙出现了 它是怎么样变成汽车人的呢? 把恐龙的尾巴往上摆动 它的肩膀两边是恐龙的形态 机器人的尾巴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机器人就会带上一个红色的大头盔 让我们来瞬间 把这个机器人变成一只大恐龙 大家看是不是很快呢? 让你们知道这个恐龙机器人叫什么名字吗? 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一辆变形的飞机 它可以由一辆飞机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这辆飞机看起来好像是一辆战机呢 黑色的战机飞了过来 它的翅膀可以往上翻折 然后再把尾翼分开 这辆战机 这辆战机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它的背后也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机器人的头部就会带上一个漂亮的头盔 让我们一起来瞬间把它变成一辆战机 那你们知道 这是变形金刚里面的哪一位人物吗?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四辆变形金刚 更多更好玩的变形玩具 记得订阅陈子乐园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